大家好 我是王狗 義大利麵這個東西 在台灣是義大利麵 在義大利也是義大利麵 是大麻這個東西 有的地方醫療合法化 有的地方是完全合法 有的地方是不合法 到底是存在著什麼樣的差異 這個事情呢 就要從大麻的起源說起了 最早的研究發現 是出現在新時期時代 在吉爾戰戈勒木地的部障中 檢測到大麻殘渣 我一直在想 最早的人不知道是不是 是要把植物拿來生熱 結果突然就拍起來 甚至是神龍士以前 常拜草的時候就有嚐過大麻 他在神龍奔草記裡面 記載著一句話 多食病人見鬼的狂走 就服通神明親生 吃多了就可以見到鬼 長期再吃的話 可以跟神明溝通 像印度也是一樣 印度教裡面有一個經典 廢陀經最早的四本古書 記載著他們最著名的神物 書膜 裡面就是還有大麻的成分 甚至在現今的尼波 也有著一個規定 師婆生日的五天后 全部的廟裡面 抽大麻都是合法的 就是說明了 大天的師婆 他是多麼愛大麻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可以得知 大麻在以前 蠻具有一個 宗教意義的東西 時間拉到現代 大麻到底是什麼時候 才被算是毒品的呢 1930年 當時的美國 有很多的墨西哥藝人起來 這些美國人就看著 那些墨西哥人抽大麻 一副就是很放鬆 無為而至的那種狀態 美國在地人 看到墨西哥人那樣的狀態 誒 這些老墨 如果忘記自己的身份地位怎麼辦 那個時候我們也知道嘛 種族歧視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當時就有美國一個官員 哈里 安斯林格 他就大局的開始批判大麻 大麻的糜爛啊 會讓你的生活失去目標 失去方向 等等 而且在後幾年 政府也大量推廣著 Riffel Madness 這部形容大麻 非常糜爛的一個電影 這電影在1936年出的 結果在1937年的時候 大麻就變非法化了 到了70年後的今天 為什麼又那麼多的國家 開始又要把大麻給合法化呢 簡單來說 大麻這個東西 大約分為CBD跟THC 兩種成分 THC可以讓人置換 CBD呢 它可以讓人冷靜下來 肉鬆弛 感官放大了 那CBD是不要來幫助醫療病人 像美國當時有一個5歲的小女孩 她不管吃了任何的藥 都治不好她的癲癇 她的父母就有聽聞說 抽大麻 似乎可以治療 這一種症狀 所以結果 他們成功了 但女友在吸食了大麻的時候 竟然症狀都好了 還有非常多的案例 再再來都證明說 大麻在醫療上面的價值 像以色列的健康局 他們也研究出來說 大麻可以治療 創傷壓力症候群 一直痛 克隆斯症 老人痴呆中風的手抖 甚至是癌症化療後的不適 這個原因也漸漸的改變人們 對於大麻是一個毒品的認知 不過 什麼事情 一定是有利也有弊 都是兩面的嘛 像剛剛都是用在正確的用途上 娛樂用大麻來說 THC讓人家感到自患 感到開心的這個成分 就有人研究發現 你的大腦原本會製造出一個讓你開心的成分 但是你吸食了高含量THC的大麻之後 不分泌了 被大麻的THC給取代 很容易不吸就感到抑鬱 這個其實也是大麻症癮性很重要的主因之一 而且大腦裡面有一塊東西叫做白痴 一般人運用的位置是在這裡 但是當你吸食大麻之後 你的白痴文化的位置會跑到這裡 為什麼有的藝術家說 吸食大麻之後會有特別多的想像力跟靈感 就是因為白痴火化區域改變 所以有不一樣的想法 但是你未成年人吸食過多 因為白痴的狀況改變了 所以你的IQ會降低 容易潤心、氣溫 甚至是會很容易得到抑鬱症、精神分裂症 這些都是抽大麻不可少的一些副作用 所以這麼多國家 才有娛樂合法、醫療合法 甚至是完全不合法 都是有他們的道理在的 那世界各國現在都還在 積極地研究大麻這個東西 潛在底下的利與弊 美國的FDA也在積極地尋找大麻的好處 NIH就在積極地尋找大麻的壞處 甚至其實台灣衛福部 也有地方是在合法地研究大麻裡面的成分 其實這樣的發展 對於人類的狀況來說是健全 合法與不合法 的確沒有一個完整的答案 不是你一句 我覺得它合法 我覺得它不合法 就可以斷定數 這個問題是好或是壞 全世界上萬個科學家 都在用他們的專業以及研究 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透徹地了解 再去提出自己的觀點會更有說服力的 不只是大麻 希望大家最終都能夠在 所有事物上 找到一個最恰當的平衡點 包括你的生命 任何的東西都是 有好處就有壞處 水喝多了也會水中的 錢嘛 多了也會失了毛病 很多有錢的人 他們其實也很空虛 蔬菜啊 吃多了其實也會解食 所以它有它的壞處 自然 一切真的都很好渺 看你怎麼去選擇嘛 就像歌手他們27歲俊倫 拿著一個紅酒 放著CD 坐在沙發上 對自己開墻 自殺中的 搞不好對於他們來說 這才是他們生命 最經典的時刻 現代法律也是 但是你用一套 管理所有人 但是 在這個行為之下 其實 有些人是有他的原因的 所以才會有 發力情 這個說法嘛 一段看你們在什麼地方了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youtube頻道 可以幫我訂閱朋友 喜歡謝謝老師王狗 我們下次見 掰掰